今天我們來試一試這個San Senuki Udon 有鴨藍蠻 有豪華 有窩心 這個店面 頭館吃豆腐 這個碟都凍凍凍凍 Mini 筷子功力很差 一看已經推爛了 然後還要掉下來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這個這麼多個頭館中最便宜的一個 5元 嗯 OK 這個自己家真的可以做到 豆腐的豆味很濃郁 Depend上你買哪個豆腐 下次Depend下廚房都可以介紹一下大家怎樣做 有夠薑 嗯 混合一些薑又有另一番之味 它不是超滑的豆腐 但仍然都會吃到豆腐味之餘 因為它冷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冷 就顯得它 就算不是超滑 都不會覺得它粗 Winni 叫這個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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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on 然後我呢 叫這個是牛肉加豬肉的烏冬 因為這個湯底好不好 好嗎 這個醃不醃呢 都好吃嗎 嗯 你覺得這個醃不醃好味一點 還是Scaramouche 好味一點 還是三火燒牛 好味一點 這個不是Scaramouche 這個不是Scaramouche 就不便宜了 正常來說 你去到拉麵店了 現在我已經計算 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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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15-6元 或者17-8元 一個拉麵 但是呢 這間呢 起錶價都22元 跟著我這個 牛豬肉29元 Mini那個鴨鴨27.5元 動作是相隨身 ила 蠔 branch 烏冬 之前我們 在COVID中期 去過 每一 nhalese燒染 店裡吃了 那個烏冬 struggle 好 牛 挺有鬍… 吃了幾件 試一下Mini的鴨 烏冬是一樣的 廢話 湯不同 這個湯不同 這個湯是有一點點酸酸的 帶了柚子味 不太多 因為它是夾夾的 這個鴨鴨 這個鴨鴨 那種野的酸味 不太強 但是它的生熟程度 冬酒也不錯 很香 鴨本身有點粗糙 它不算粗糙 湯底我挺喜歡 配合鴨鴨也是很平衡 好 我繼續吃 嘗嘗豬 有些肥肥 有些天婦羅的薄脆 這個湯底相對 在Mini的鴨鴨 就清裂 反而清裂 不錯 很難得 跟Mini不同 它本身如果 我叫牛肉 又是豬肉 那本身已經很膩 再加一個鹹到爆的湯底 但不太好 叫人見智 你喜好 這個也不錯 有些豬肉 是厚切豬肉 但是超級邪惡 這個也很肥 不錯 但我又覺得 上次我們腥腥 可能是少了 上次腥腥的烏冬 我覺得比較好吃 是啊 就是 那個豬肉 但那個真的 好像 很滑 雪雪雪雪雪 在肚子上 而且那次的湯底 好像清泉 很鮮甜 這個也不錯 但不是清泉 不錯 但價錢真的貴 那如果這個價錢 即是我是質素 超級優惠 我覺得 又未至於人太特別 Mini 你試了我那個 你覺得 它的湯底好過你 好過我的香 平時做不到 但我的材料是食材普通的 如果牛 或者叉燒 沒有這麼厚切都可以做到 Mini 正在研究 究竟它的湯底用了什麼 其實都是那幾樣 金布 柴魚 是這些 沒有其他的 Mini 怎樣 這個不是飯糰 豆漿的雪糕 本來是想吃刨冰 但是它沒有 豆漿雪糕有些 糖漿 還是豉油 沒有理由豉油 吃東西 吃東西 夾得好像 謝霆鋒做Werlington Beef 就這樣吃 咦 睜開眼睛 代表Mini很喜歡吃 對 牧村堂哉 在東京大飯店 它是樂高頭 Mini就睜開眼睛 你不要玩樂高頭 算了 你不是牧村堂哉 好呀 這個真的是豉油 糖漿 我自從吃了豚子之後 我發現會有豉油 雪糕有趣 我看過一件事 雖然會搓到一個球 但它裡面是散的 是散的 是散的 是不是很有果味 好吃 好喜歡吃 雪到變成冰沙的 豆腐巴 好吃 味道 好 味道 好 我喜歡它的質感 因為它不是散開的 它不會冷到一個地步 反而 在你口裡 就散開 變得好像 真的吃 變成豆腐巴 不是很甜 如果你完全不點糖漿 或者豉油的話 這個味道 這樣就 很淡 真的有豆味 這個豆漿和豆腐 頭盤和甜品都很好 有五元 有五元 其實可以吃午餐 價錢便宜 便宜 碟頭便宜 但夠吃便宜 相對 三草和直沙拉麵 是貴的 我也要 講講講試吃 三草和直沙拉麵 當然比我更好 他這些 當然比我更好 但是為了那些 我自己做五元 很不同 在這個肉 有少許的差距 但是瓦價還要大大 我會告訴你 我自己也做到 這碟很漂亮 有腥的味道 這次Mini叫的 最腥的 因為是鴨 鴨有少許腥的 或者是酥味 根葛不釀酥味 不錯 好嗎? 超好 如果滾了一點 貼精就是這樣 真的